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赵永新永远不知道 即使他死 那个男人也不会出现了 幸好警方及时赶到 赵永新才保住一命 一时间他自杀的新闻传遍了整个台湾 但酒醒后 赵永新却异常平静 面对漫天流言 只是平淡说道 我是因为拍戏回来肚子饿 喝酒喝多了 没有什么事 但人们并不信 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如此了 早在之前光是媒体爆出的 他便有多次自杀的念头 这一次已是第三次 并且每一次都是因为情 赵永新出生于台湾台北市 是国光异校第一届学生 可以说在这里学习 等于半只脚踏进了娱乐圈 赵永新便是这样 因为美 他一直是校花 在备受验线的同时 前进一片光明 资源也是很好的 从国光毕业后 赵永新便接到风雅剧集《红楼梦》的剧本 扮演林黛玉 不过他与陈小旭不同 陈小旭版的是《若柳浮风》 赵永新饰演的林妹妹更添了一丝名艳 《明眸善赖》 婉约中透露着一丝阴气 那年他不过十几岁 或许也因为这样 他怎么也演不出林妹妹的多愁善感 据播出后 他没能大火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 因这个角色 赵永新遇到了一生的贵人 琼瑶 他见赵永新眼神明亮 身材也好 于是 将烟雨茫茫中如品一绝 让赵永新出演 也就是后来林心如扮演的角色 赵永新也没有辜负琼瑶的期待 姜如品一绝 诠释得很到位 明眸如画 长发飘飘 卓黄群 说话轻柔而有力 而就因这样 琼瑶十分欣喜 直接将赵永新售为干女儿 自那以后 他对这个干女儿百依百顺 几乎有求必应 赵永新也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即刘雪华后第二个琼瑶剧运用女演员 在他前方等待的 是数不尽的荣耀与光明 果然没多久 琼瑶又将新作 嫉妒夕阳红给了赵永新 让他与刘雪华再次合作 顺便带上秦翰 与林青霞有过一段情 一道出演这部跌宕爱情大剧 里面的赵永新与林青霞颇位相似 不动静若厨子 一开口 一惊艳时光 尤其是落泪 简直是我见尤莲 他的名气更胜了 自这剧播出后 人人称赵永新为玉女偶像 他的人气直达巅峰 而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走近了赵永新 他叫龙传人 原名李星国 也是一名演员 但不知为何 现今已查不到他的详细资料了 只听闻龙传人演过 四郎与真平 还出演了台版戏游记 他正是戏游记中的男主 他能与赵永新相逢 也就是因为这部剧 彼时二人刚入行又年轻 于是多了一些照料的倾诉 当时他们总会一起聊梦想 像一跃成名 接触更多大牌的戏 拥有许多粉丝 与数不尽的尊重 于是聊着聊着 便在一起了 随着谈话内容的逐步深入 他们变得愈发亲密 但赵永新终时幸运一些 他一出道便遇到琼瑶 从此星途开阔 而龙传人却没有这般的好运气 他与赵永新几乎同一时刻出道 但如今赵永新火了 他却一直不闻不火 日子久了 龙传人变得很暴躁 此后他们在一起总会发生争执 有一回赵永新与龙传人同时在家 制片人给赵永新打电话 商讨下不及的出演问题 说着说着赵永新大笑起来 这时龙传人不高兴了 他一把抢过赵永新的电话 猛地按下关机键 随后朝赵永新大吼 笑什么笑 一点也不好笑 赵永新听了 只觉得莫名其妙 但他什么也没说 只是默然捡起电话 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因为他深刻明白 此时若是顶嘴 一定会发生一场激战 赵永新累了 不愿吵架 那一整天他都没有再出门 但外界不知 这只是赵永新与龙传人 在一起后最日常的相处方式 那次后龙传人变本加厉 时不时对赵永新言语攻击 抑或实行冷暴力 更多时候还会上升至动手 有一次他们一起逛街 两人本来有说有笑 黯然无恙 但不知赵永新又说了什么 惹怒了龙传人 他一把扯住赵永新的头发 对他拳打脚踢 赵永新呆住了 甚至忘了还手 据称最后还是路人报警 赵永新才被解救 之后他去医院检查 被查出了脑震荡 一度影响到拍戏 那天赵永新没有回家 他跑去有人家里哭了很久 直到凌晨才慢慢睡去 天一亮赵永新便决定 一定要分手 但即便分了手 他也没能获得平静 有一次赵永新独自在家 龙传人突然跑了过来 猛砸赵永新的门 见赵永新不开 又跑去车库砸他的车 一边砸还一边骂脏话 我一定要杀了你全家 赵永新从窗户望去 昔日的温柔男友 俨然成了恶魔 他躲在屋内 一句话也不敢说 瑟瑟发抖 那天也是赵永新 最惊恐的一天 此后他多年不再爱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据说最后是圈内大腕出面 才将这件事摆平 龙传人从此不再纠缠赵永新 后来媒体这样写道 赵永新一听到男友的名字 便十分害怕 再后来 他独身了许多年 有人说 没有爱情的姑娘 总会想尽办法 弥补这份缺失 赵永新第一个想到的是工作 适了男友 他便一头投进拍戏 想用忙碌 缓解内心的疼痛 所以一年不到 赵永新便出演了 《庭院深深》 而热衷演戏 也为他拓宽了演艺之路 但就当他想要好好拍戏时 命运再次 扔下一个炸弹 据传赵永新即将走出失恋的痛苦时 有黑势力 见赵永新长相美艳 人气也高 于是绑着他去拍电影 至于后续也没人知道了 不过随后 赵永新又创业开歌厅 再次遇到黑势力 这一次他的歌厅与黑势力 发生纠纷 还上了法庭 最终赵永新胜诉 但黑势力仍不放过他 他们在败诉后 放了一把火 烧了赵永新的场地 赵永新悲愤不已 可他一个女人能做什么呢 无计可施 他只能忍 然后当作什么也不曾发生 继续演戏 后来几年 赵永新相继拍了《雅七》 《追击三人行》 《是非》等影视剧 一步比一步亮眼 一步也比一步平分高 而此时 赵永新正被宋伟疯狂追求 39岁那年 赵永新真正从第一段感情中走出 而宋伟也是这时出现的 他是灯光师 模样不俊了 也没有大的名气 但对赵永新已见钟情 有一回 赵永新来摄影棚拍照 宋伟恰好在现场 彼时宋伟还是灯光助理 他就站在一角 望着舞台中央的赵永新 千种风情 万般娇媚 宋伟不由得 心猛的一跳 他动了心 后来的很多次 只要赵永新来拍照 宋伟便在一旁偷看 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很久 直到有一天 他们在 再一次相遇 宋伟不愿等了 当日便约了市营组的人 还通知道具组的哥们 一起为自己壮胆 约赵永新吃饭 此时赵永新已独身许久 见熟人相约 也没有矜持 爽快服约 那天 赵永新在一群熟人的簇拥中 喝了许多酒 借着酒劲 他滔滔不绝 说了许多话 自己的成名 这些年的打拼 以及不能说的前任 说着说着 赵永新哭了 赵永新等不到在深夜痛哭 如今在这一群熟人面前 他痛得撕心裂肺 但这次大哭 也让他决定开始新的感情 那之后 赵永新每逢去拍照 必定找宋伟帮忙 而宋伟对赵永新有求必应 这份认真 逐渐令赵永新心动 多年后他对记者说 当初和他在一起 就是因为他工作认真 而这一点 直接令傲气凛然的他 对宋伟放低了要求 他们在一起了 赵永新开始了明媚的爱情 对于宋伟来说 能追到梦中女神 他极其激动 此后 宋伟提及赵永新 总是异口的情话 如 我觉得我很爱他 心里面不能没有他 还比如 空气里面如果没有他的味道 或是四周没有他的 看不到他 我会觉得 自己还蛮那个 他也不害羞 赵永新欣然接受 三年后突然有媒体称 其实赵永新早就结婚了 他是隐婚 对象正式送尾 媒体说他们的婚礼很简陋 盖了个章 宴请了三桌 拱筹交错间说了句情话 便算是成了家 至于浪漫不浪漫 有没有仪式感 对于赵永新来讲 或许已经不重要了 自引婚后 他便再也没有在镜头下露面 有时即便露面 也是与丈夫一起 他已经将生命中的全部 都堵在了这个男人身上 也将所有的美好与期望 都交给了这个男人 如今 他们已相依相伴 走了三十多年 世事变迁 娱乐圈风云变换 赵永新二子 成了传说 但愿接下来的日子 他能够获得想要的宁静 也希望这一次 赵永新真的赌对了人 从此不再落泪 一生幸福喜乐 幸福平静一生